生育人少一点不是更好吗 那样社会资源每个人分到的不是更多吗 这个问题真的不太好回答 在这里呢我们好好地聊一聊 其实社会上从来不缺坐轿子的人 缺的是抬轿子的人 老爷出门坐的都是轿子 有八个人给他抬 老爷觉得还行 轿子挺稳当 日子过得挺舒坦 其实老爷以前也是个教夫 说好的教夫们一起联合起来 去赶走之前的那个大老爷 不知道怎么的 又出来了一个新的老爷 老爷生了两个少爷 八个教夫生了八个小教夫 老爷怕教夫多了 吃饭的嘴就多了 都得吃老爷的 他就规定了 教夫只能生一个 少爷出门坐轿子 只能有四个人给他抬了 少爷就开始觉得不爽了 更别提有些心怀叵测的教夫啊 总想着挤上轿子 那怎么行 少爷今天的待遇 那是几代人的努力 凭什么教夫用十年 就想抹平这个差距 两个小少爷呢 又生了四个小小少爷 但是八个教夫只剩了六个小教夫 小少爷不干了 爷爷能吸八个人的血 爸爸能吸四个人的血 凭什么到我这儿 我连两个人都分不到了呢 小少爷说了 那几个年龄大的 别养老了 出来给我抬轿子 伺候完我爸爸 接着伺候我 天经地义 每个人再抬三年 三年之后又三年 三年之后还三年 大会一热嘛 多干活少吃饭 死得早 我还省钱了呢 小少爷说啊 本少爷现在同意你们多生孩子 教父们听好了 生孩子的话 每人奖励半斤鸡蛋 生的越多 讲的越多 你要是能生八个 哪怕你去绑架隔壁的大姑娘都行 小少爷还说了 不生孩子的 每天的报酬 要从一碗米饭 降到半碗米饭 小少爷还说了 教父的孩子 你就认准当教父的命吧 我给你搞个分流 本来供我吸血的人就不多了 不能让你跑了 小少爷说了 不生孩子会过得好 这个事啊 都是隔壁村子 为了祸害我们村子 想吞并我们的村子 编造出来的 让你们最后无比的悲惨 只能给人家抬轿子谋生 教父们听了这些话以后 无动于衷 生下的孩子也得跟我一样遭罪 为了孩子好 还是别生了 少爷们合计着 既然他们不生 要不咱少生点 但是少爷们思来想去 最后决定还得多生 因为万一你只生了一个 对吧 这个孩子又是傻的 或者是个败家家子 那这份产业不就没了吗 还得生 一个老爷 八个教夫 九个人 两个少爷 八个教夫 十个人 四个小少爷 六个教夫 还是十个人 如果下一代 八个小小少爷 只有五个教夫 怎么办 坐轿子的和抬轿子的 谁会更着急呢 最后我想说了 这个世界 永远不会属于 抬轿子的人 小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